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迎接马席会历史新业 跳出酸葡萄格局 两岸的历史和平新业将在明天的马席会要展开来了 自从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 全国际世界瞩目的是台湾跟大陆是麻烦的制造者 还是利益关系的地结和平者 那么马总统在2008年所签的两岸23个协议 就是广义的和平协议 建构在两岸和平发展当中 当昨天的国际记者会公布的时候 所有的国际媒体与政坛都严谨器种的关注 美国的白宫发表声明表示欢迎两岸缓和紧张 改善关系的步伐 美国将拭目以待明天的马席会 假如没有对等尊严的话 马席会就不会延宕到今 马总统坚持四步亦坚持 不干涉 不涉入政治谈判 不签署任何协议 不发表共同声明 不会有私下承诺 并且坚持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维持台海的和平现状 请蔡英文跳出酸葡萄的格局 请蔡英文女士 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量 不要怀疑以个人的政治评价 来框架台湾的未来 不要怀疑 无权去承诺自己无法负担的事情 蔡英文女士 不要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你甚至说不排除未来的蔡席会 但是你做得到吗 马总统做到的是 为两岸的高阶沟通 搭了对话的平台 并让未来有能力的领袖 得以呈先起后 造福人民 那么最后我呼吁大家 期待这历史的一刻 唾弃不得人心的酸葡萄政治口水 珍惜血浓于水的两岸一家亲情感 肯定两岸领导人的高度政治智慧 展开中华民族对于区域和平的贡献 并且迎接66年以来首次的高峰会 开创历史的新业 谢谢大家 请陈委员毕函发言 主席毛院长 各位先进 大家早 台下轴 本席今天要谈 表演艺术国际政策 表演艺术国际政策 表演艺术上